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内容稍后再来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发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召开会议 提出将就人民陪审员人身和住所安全保障出台相关细则 加强对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人身和住所安全的保护 对报复陷害 侮辱诽谤 暴力侵害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近年来 随着未成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多 未成年人就以引发的医疗纠纷数量呈明显增多趋势 5月30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 涉未成年人医疗纠纷案件情况新闻通报会 2013年至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供审理涉未成年人医疗纠纷22起 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21件 占总数的95.5% 为此 法官对医疗机构和患者家属分别给出了建议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 要严格规范诊疗行为 进到谨慎注意义务 充分履行告知义务 保护患方知情同意权 对于患者家属来说 要积极理性沟通 保持合理期望 发生纠纷后主动申请鉴定 完成举证责任 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世界无烟日主题 为了配合此次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的开展 近日 中国疾控中心 联合中国医疗科学院等多家机构 共同发布了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 核心信息包括心脑血管疾病 是全球首位的致死和致残原因等十大方面 5月29号纪念第31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继京津季无烟环境建设论坛在天津举行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指导下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金津季三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纪念第31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继金津季无烟环境建设论坛 于5月29号下午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 来自北京 天津 河北的 400余名空烟工作者 管理者 志愿者 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呼吁积极推动公共场所空烟立法 倡导无烟环境建设 才能更好地实现无烟中国 健康中国 世界无烟日之所以选在每年的5月31号 是因为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6月1号那是国际儿童节 所以戒烟永远不只是大人的事 还更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免受无辜的伤害 那近日在这个湖北和山东 一些小朋友们走上了街头 用自己手里的棒棒糖 去换大人手里的烟 那么我手中的一根棒棒糖 换你一根烟好吗 在山东省的青州古城街头 来自青州云门书院双语学校的 三十多米孩子们 正手持大型棒棒糖的宣传标语台 拿着棒棒糖向每一名 路过的游客和市民宣传无烟日 劝导吸烟的游客和市民 少吸一支烟 共同创建无烟环境 不少的游客和市民 都主动熄灭香烟 并交出了自己身上的一支烟 用自己的行动 来支持孩子们的这次公益活动 通过你们我一会儿不出烟了 你别喊我心事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怎么好 因为一会儿想起烟就戒不了 这可能你比较差了 比较可爱 这样的话很多都是说 吃奶的比较容易接受吧 同样在湖北襄阳的街头 也有三十多名小志愿者 用棒棒糖和吸烟市民换烟 面对孩子的劝阻 吸烟市民都表示不好意思 纷纷熄灭烟头 吸烟有害健康 特别是在公共场所 二手烟三手烟 仍然危害着不吸烟的人们 其实我国在公共场所控烟 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可谓是任重道源 我国的控烟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5年9月 关于禁止在不吸烟车厢内吸烟的规定 拉开了中央层面 在公共场所禁烟的序幕 1991年 卫生部发布实施细则 规定了禁止吸烟的十三类公共场所 这个阶段的立法 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经验 就是还是一些重点的这种区域 经验的范围还是比较有限 而且基本没执法 更多的就是 我们说象征意义 大于这个时日意义 2003年5月 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 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我国于2003年11月10号签署了公约 2005年8月28号 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 正式批准公约 2006年1月9号 公约在我国生效 2004年这以后 然后包括杭州 其实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后 它就开始出台了这个立法 而这段立法里面有一个体现 第一 范围是明显的这种扩大 同时也有一些执法 杭州市政府也非常重视 我们疾病预防控制这块工作 也很关注老百姓的健康 这些年来一直把健康 作为杭州的一个名片 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目标 杭州市在2009年 修订了杭州市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 从2010年3月1号开始 条例明确规定 医疗活动场所 托儿所 各类学校室内活动区域 等十类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规定了交通工具等候区域 及售票区域 单位办公室 营业场所等酒类公共场所 可以设置吸烟区 在当时看来 该条例虽然尚未达到公约要求 但是在全国范围 已经走在前列 在新一龙的控宴中 杭州是最早的 它是全国健康城市 文明城市 还是最幸福的城市 控宴的条件应该是很好的 杭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如今的杭州也是全国38个 文明城市之一 G20峰会 国际互联网大会等成功举办 正令杭州昂首走在 步入国际一流城市的行列 同时健康也是杭州的重要名片 是城市文明的首要标志 而控烟正是当下 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 杭州它是个绿油城市 如果你吸烟草内的收入 你通过改善环境 增加绿油收入 远远高于它 2012年10月 国务院印发 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规划要求加强控烟宣传 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 积极创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 无烟学校 无烟单位 在这之后 深圳 北京 上海等城市 先后出台了 基本符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要求的地方性控烟法规 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场所 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 这关乎的不仅是城市形象 更是每一个人切身的健康权益 阴检早逝 阴检自残 最重要就是 一个是癌症 一个是心肌更死 心脏猝死 注重 所以这些人呢 我觉得大家有紧不感的事情 就是把烟结掉 除了对吸烟者 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对于被动吸烟者的保护 二手烟的危害时期很大 跟一手烟应该是 几乎是差不多 而且二手烟还容易被人忽视 而通过我国多年来控烟的经验和成果来看 行为上的约束和全社会的宣传 是最有效的推进手段 点一支烟 比那个最重在室内 比最重环境污染还厉害 而且要经过很多天才能扩散出去 你说在这室内 需要不需要公共场所净烟 这政策法规对人的约束是最强的 如果说这个场所不允许吸烟 它本来想吸 那它可能就要推迟一个小时 推迟两个小时 或推迟到下班之后去吸烟 那逐渐的推迟过程中 是它吸烟量就在减少了 现如今公共场所净烟 已经日渐成为国际城市的 文明标配和健康符号 社会各界都在期待着 杭州新的控烟条例 就是希望我们能跟烟草框架 公益完全地接轨 就是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室内全面戒烟 不仅我们吸烟者能够减少吸烟 我们的被动吸烟者 也能够逐渐地远离烟草的危害 今年的5月31号 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 从1989年开始 世界卫生组织将世界无烟日 从之前的4月7号 改为每年的5月31号 因为第二天就是国际儿童节 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 因为你的吸烟 对你的家庭成员 特别你的子女的危害是很大的 它这种危害 从三岁两岁一岁就开始 所以在未来它的人生中 对它的身心健康 不仅是生理方面的 心理健康也都有影响的 年轻人 尤其青年女性 在这些人群当中 吸烟力反而有所升高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而对于我国的控烟工作来说 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只有这些吸烟有害健康的 非常不省不治 远远不够 实际上全世界证明 如果有徒刑 这样对西安人戒烟 很有好处 在中国也有它另一个机器 很少人再会有这种包装的烟 再去当礼送 包括现在要把人的这种健康 放在第一位的 这也是其实也是落实 我们说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到的 要满足人民不断追求 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川目前实现这个室内全面无烟 它的阻力其实越来越小的 因为大家对这个公众 已经基本上会达成一种共识 好 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岳深山 岳律师 以您的观点来看 我们怎么能够更有效地 在公共场所禁烟呢 其实这个公共场所禁烟 或者说控烟的话 可能是需要社会各界来 齐抓共治的 那比如说这里面 涉及到几个层面的主体 那首先的话 我们说这些烟厂 那我们国家能不能在一些 国家立法当中 对于这种烟厂出产的 这些商品广告上面 或者说商品上面 这个烟盒上面 能够打入比较醒目的 这种图形的这种警示 而不仅仅是一个 不是很显眼的这个文字提示 那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这些吸烟者 作为这个吸烟者呢 我们要自觉地 在公众场所不吸烟 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呢 我们已经是有地方立法了 在公众场所禁烟 那如果吸烟的话 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们要自觉地 出于道德也好 出于遵纪守法也好 我们要自觉地不吸烟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说 这些公众场所的管理者 那发现说 有人在公众场所 进行吸烟的时候呢 他要及时地来进行制止 那而不是说是视若无睹 那这种时候呢 往往我们说 会有一种破窗效应 有一个人在里边吸烟 没人管 那很有可能 就会有更多的人 在里边吸烟 那我们的这个法律 就白设置了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控烟的政府主管部门 那么应当是对这些 违法的 或者说违规的 这些企业也好 管理者也好 包括说吸烟的这种个体人 那么都应该进行 有效的这种监管 发现违法情况的时候呢 要及时地来利用法律 对他们进行惩处 从而达到我们法律设置的 这个目的 好的 感谢月深山 其实呢 很多老烟民啊 他们往往抽烟 是一种惯性 或者说习惯 在国外 它瘾再大 在公共场所都不敢吸烟 但是在国内 就没有这么自觉 所以呢 在这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各位 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5月29号上午 暖心工程社区工厂 就业扶贫公益项目 在北京启动 5月29号上午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暖心工程社区工厂 就业扶贫公益项目 在京启动 暖心工程社区工厂 就业扶贫公益项目 选取了 秦巴集中联片特困区 陕西省安康市平立县 作为项目实施试点地区 将重点围绕 劳动就业技能培训 提升农村综合社区服务水平 构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新农村社区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热线12正在直播 有女子在网上称 为父母治病欠下了高利贷 无力偿还了 那重庆的唐先生 就动了侧影之心 慷慨相助 不料却掉入了 别人设计的圈套当中 2018年4月19号下午16时许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 海棠西派出所 接到群众唐先生报警称 他的一名微信女网友陈女士 告诉他 自己被四名男子控制在 辖区内某酒店一房间内的厕所里 希望唐先生能够帮忙解救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即赶往陈女士 所说的酒店进行调查 接近以后 我和同事两人一起到 皇冠家的酒店 然后了解情况 当时我们向前厅 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 和酒店保安了解情况 是否有报警人所描述的 挤蓝一缕这种情况入住酒店 但是问了以后没有发现 然后我们又到酒店的监控室 去调取监控 我们通过调查 未发现报警人所描述的情况 通过对唐先生的进一步询问 警方了解到 这名陈女士 是他在今年3月初 通过微信认识的 当时微信名叫夏宇天的陈女士 主动添加唐先生为好友 唐先生通过陈女士的 朋友圈照片了解到 这名女孩是重庆 某学校大一的学生 随后两人通过聊天 便熟悉了起来 她说是在不大一嘛 她说一个是我们 偶尔台发的给我聊一下 就是她家里的事情嘛 她爸妈的两个人家庭不好 两个人经常吵架 她妹妹也生病 我的平时就是 有时候发个五十 发个一百这样子的 有时候偶尔就是 到了网站的时候 她和她开始提8点钟的时候 比如说9点钟的时候聊了一下 陈女士平时会给唐先生发一些照片 3月下旬 两人还视频过一次 由于是晚上 所以陈女士并没有露面 而是只给唐先生看了她的宿舍 4月14号 唐先生突然接到了陈女士的微信 她说为了给父母看病 在外借了13000元的高利贷无力偿还 现有四名男子在她学校宿舍楼下 逼她还钱 希望唐先生能够帮助她 情急之下 唐先生便主动要来了其中一名 谭姓债主的电话 她就把那个借条发过来给我 她说2月份借的 她说现在已经到期了 她就收债的已经到她学校 我就这样子 我说你叫那个收债人 到我这个要拿 我先给她1000块钱 她也把那个收债人 那个电话发给我 我跟她聊 她离得比较远 她说她就不方便过来 她说你就我发微信 给她转给她 就是转了1000块钱 唐先生表示 这1000块钱先作为利息 过几天会将剩余的 13000元欠款还清 4月19号 唐先生再次收到了陈女士的微信 他说自己已经被四名债主 强制带到了重庆某酒店内 现在正偷偷发微信 向唐先生求救 4月19号的时候 唐先生就收到了债主的微信 如果说今天不能将 剩下的13000元打给债主 债主就将把这名李大学生 带到万州去 从事其他的犯罪行为 结合唐先生提供的线索 警方决定向陈女士的学校 了解情况 经过校方反复核查 该学校并没有这名 陈姓女大学生 学生证号的位数 也与该校不符 经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发现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骗局 这名女大学生的身份 和债主身份涉嫌假造 警方通过巡线追踪 于4月20号凌晨 将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谭某 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 无正当职业 在这起案件中 他分别以女大学生和债主身份 对唐先生实施诈骗 我建议就是用两个卫星 一个卫星装饰手掌理 好 另外一个卫星 都抓是 对不起说 女儿 学问之 是打的 底下的电话 底下下属跟我们那不写的 那不号码管理家的 发过去发过来 又看到哪个 看到哪个女儿 哪个样的喊 都拿个截的图 哪些图的 犯罪嫌疑人谭某 微信里虚构的女大学生形象 都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照片 他试图以漂亮的女性身份 来引诱男性的关注和同情心 以此实施诈骗 通过这起案件 我希望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 在网上遇到主动 家里好友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 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遇到转账的情况 更要加强警惕 做到不听 不信 不转账 我们经常在新闻里 看到一些嫖伤人员 抱着侥幸的心理 躲避警方的检查 但前段时间 在北京出差的孙某 在嫖伤之后 竟然主动地报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近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受理了多起 以仙人跳的方式 敲诈勒索被害人钱财的案件 今年三月中旬 孙某到北京出差 他在坐地铁时 手机QQ上 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孙某通过好友申请后 便与对方聊了起来 对方说可以给他提供 这个认识卖银女的 这么一个服务 这样呢 他就加了对方的一个微信号 之后呢 他通过微信和这个卖银女联系 把自己的住址发给卖银女 然后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呢 卖银女就到了 他所住的这个快捷酒店 双方在酒店发生关系后 女子随即拨打了一个电话 让孙某接听 对方说他们是警察 正在楼下联合执法 对方呢 是一个男的 男的呢 就跟被害人提 你现在这种行为 涉嫌 嫖娼 有可能被拘留 你这样呢 你给我们赚五千块钱 我们就帮你把这事给铲了 你就可以免受这个处罚了 孙某随即向女子所提供的一个二维码里 转账了五千元 随后对方以前不够 楼下兄弟多等为理由 多次向孙某索要钱财 共计两万一千八百元 因为他是有单位的人 所以这个事要是被拘留了 单位肯定会知道 所以呢 他一听说对方说 可以给钱来产这事 所以他当时肯定是愿意支付这笔钱的 花钱消灾的孙某原以为这件事情 就此了结了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女子离开不久之后 他又再一次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对方说 我是刚反那些人的老大 你还得再给我一万块钱 这时候呢 这个被害人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就说我要报警 对方一听说他要报警了 就在电话里跟他说 等着进去吧 等你出了以后 我们砍断你的手脚 孙某被恐吓后立即报警 民警经过工作 将女子蔡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 一举抓获 精神查 这一团伙作案时分工明确 衔接紧密 主犯郭某和女子蔡某 通过微信QQ 默默等社交软件 获取嫖客信息 并主动联系约嫖 司机孙某负责接送女子 在女子为嫖客提供完服务后 他会联系主犯郭某和郭某的女友黄某 他们通过电话 以语言威胁的方式 敲诈勒索被害人的钱财 非法所得都是通过温某提供的 二维码进行转账 经犯罪嫌疑人供述 女子每天都会接多单卖淫服务 且犯罪同伙 每次都会对嫖客进行敲诈勒索 被害人都是比较年轻 二十多岁 基本上都是有工作或者是在校学生 然后少不经事 害怕自己的事被单位知道 被朋友知道 所以就是及时支付了钱财 所以我们在此提醒各位男同志 这个嫖娼是一种违法行为 大家要守法 再有咱们对于女同志来说 要通过正当的方式来取得钱财 一旦被害人发觉自己被骗了 被敲诈了这种情况下 要及时报警 寻求警方的帮助 还有就是保留你的相关证据 目前孙某等四名被害人 因嫖娼接受了行政处罚 郭某等三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很多人之所以会选择乘坐地铁出行 那是因为他不堵车时间可控 然而近日上海地铁的早高峰期间 地铁列车却因为一名乘客 延误了足足九分多钟 近日上海地铁二号线广蓝路站 一女子因为发现手机被盗 强行用手扒着车门 影响地铁正常运营九分钟 无论地铁人员怎么劝告 女子都不肯下车 地铁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没有执法权 所以不能强行令该女子下车 最终还是警方介入 地铁才恢复了通行 随后上海鬼交警方 对该事件处理结果进行了通报 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定对女子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处以了行政罚款 邓某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行为 造成的运营隐患和不良影响 自怨认错接受处罚 令鬼交警方已接报受李邓某手机被盗一案 高空坠物应该是城市的一大病魔 那么在江苏某小区 有人竟然接二连三地 从高空抛下了14个灭火器 居民们告诉记者 从4月20号开始 该小区24号楼 时不时会有酒瓶玻璃杯 大砖头掉下来 砸在商业街的过道上 5月1号到5号期间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个消防灭火器 被人从高空抛下来 险些殃及行人 差一点砸到一个小孩子了 跟他几个下来之后 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 他突然心地又跟他下个小时 三个下来了 这样是太嚣张了 物业工作人员 随即在楼道内安装了监控 并将灭火器收了起来 没想到过了几天 一辆自行车从天而降 又差一点砸到人 事情发生后 民警及物业保安 立即赶到现场 结果发现抛物者 居然是两个9岁左右的小孩子 经过核实 此前的抛物举动 也是他们所为 随后民警了解到 这两名孩子的家长 是小区内的一户租户 并找到了孩子的家长 要求孩子家长 对此事严肃教育 杜绝这样危险的事情 再次发生 可没有想到 孩子的家长不但不配合 还否认此事 是自己的孩子所为 警方已经有确凿的证据 就是他 就是他家小孩 已经上门沟通过 多次沟通 现在警方也和我一起去过 他们不开门呀 目前由于孩子家长的不配合 小区物业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 加强保安力量来维护小区的安全 同时与该租户房东沟通 在七月份租期结束后 立即停止与该户的租约 前段时间 内蒙古包头的赵女士和朋友 郑先生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为了解私奋 赵女士居然在朋友圈当中 公布了赵先生的电话和照片 并且辱骂了赵先生 加住内蒙古包头的郑先生说 赵女士是他多年的好朋友 之前是和郑先生互换了平板电脑 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后来双方协商准备将平板电脑 再换回来 但此时郑先生发现 自己的平板电脑坏了 需要维修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脑 不是他整坏的 他不承担这400块钱 双方因为谁该承担 400块钱的维修费用 产生了分歧 赵女士一气之下 在微信中 将郑先生拉了黑名单 在朋友圈发布信息 骂骂郑先生 并公布了郑先生的个人信息 第二天我朋友就给我打电话 给我把这些截图都给我发过来了 我才知道他在朋友圈里 这么骂的我 就是朋友圈 就是公布了我的电话 照片 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 就是父母了 孩子了 都骂了 在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 双方处理不当 被告就在朋友圈 发布了一则消息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 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 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 受法律保护 当名誉权受到侵害时 有权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据此 本院判决被告 通过朋友圈 以所有朋友公开可见的方式 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内容要经法院认定 同时发布天数不得低于三天 以消除影响恢复原告的名誉 同时驳辉原告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目前 双方已经互相达成谅解 法官提醒 在微信朋友圈之类的自媒体上 发表言论时 一定要注意自律 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 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如果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还将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应该是郑先生 我说成了赵先生 实在是抱歉 近日 浙江 松阳的一名家长 向警方报案称 自己未成年的孩子 深陷一些不良的网络直播当中 不能自拔 2018年3月21号 浙江省松阳县公安局 赴黑龙江 江苏等地 一举捣毁五个涉黄涉毒直播平台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 我们当地的家长 他发现自己的小孩 也是一个未成年人 他自己的手机里装有 他们这个平台的APP 然后这APP的家长发现 里面播放的是一些 色谎隐晖的视频 今年2月3号 一位家长向民警反映 自己上高中的儿子 迷上了手机直播 家长打开孩子的手机上的一款 叫做流沙的手机应用程序 发现里面有大量的隐晖表演 通过这个调查之后发现 是有一伙黑龙江级的犯罪 他们自己逐渐地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在平台上就24小时不停地播放 隐晖视频 警方发现除了孩子手机上的流沙直播平台 该团伙共开设了夜猫浪子等 五个直播应用程序 如果想要观看 必须注册会员 购买钻石 每个直播间每分钟收费 0.5到1.5元 通过一个多月的侦察 那么我们锁定了犯罪嫌疑的落脚点 组织四次愚民警力 先后在黑龙江省的哈宾市 上志市和江省的苏德市 我们统一实施地抓捕 据警方介绍 本案主犯王某得知 社皇平台门槛低 来钱快十分心动 就召集了自己的好朋友 刘某和弟弟王某商量 三人一拍即合 随后在黑龙江租住的小区内 搭建了第一个社皇平台 最开始他们请真人表演 然而并没有像他们设想的那样 赚到钱 刚开始七个主播嘛 后来多有主播了 就改成抓留了 王某说 开始他们雇用了七个女孩 进行直播表演 支付每人每天几百元 由于只有七个房间 观看人数少 根本赚不到钱 之后他们又想到了一个 更快速更便捷的办法 抓留 抓留是他们这个平台的 专业术语 也就是从其他平台 导流色黄视频 到他们的平台 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 第二个可以大量的 非常快速的 将更多的色黄视频 同时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播放 改进方法后 平台的主播从七个 扩大到了一百多个 据警方调查 仅一个平台上的会员注册量 就高达17万 最多的有30多万 大开始人就知道是黄柏 后来有广告他知道 就广告比那个黄柏要赚钱的多 王某所说的广告 主要是在线赌博 也就是通过网络进行赌博活动 但是他们并不自己参与赌博 他们所做的 就是提供直播平台 给想开赌场的人 然后靠收租金获利 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3月 该犯罪团伙 仅通过十几台电脑 几十部手机等作案工具 供获利1000多万元 每个人手里知道有一部手机 不管是老年人或者成年人 或者未成年人 他都能观看 而且他在量很大 品种也很多 所以说他对这个 尤其对青少年人的危害 是非常大的 目前警方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 包括三名老板 15名工作人员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一些网络主播 想出名都已经想疯了 比如说近日 这江苏的蓝某 就因为直播捕猎野生动物 而被警方抓获 据警方介绍 中午11点40分许 江苏省聚荣市森林警察大队民警 在茅山邻区巡查时 接到值班室电话 了解到茅山水库附近 有网民正现场直播捕鸟的活动 通过仔细比对 直播画面内的有效信息 森林公安民警迅速定位直播地点 随即赶赴现场 展开抓捕行动 在茅山茶厂附近 我们将正通过 直播寻找手里点的嫌疑人抓获 随后我们在嫌疑人家里 查获了一只活的主机 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只 退了毛的主机 记者在登陆网络直播平台后发现 犯罪嫌疑人蓝某的 主播号粉丝数有1700余人 主播号发布的视频内容 均与抓捕野生动物有关 据警方介绍 经出查 今年4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蓝某 利用网络直播平台 现场直播捕鸟过程 吸引网友关注送礼物 他曾先后捕获各类鸟 四十余只 均属于国家或省内 重点保护动物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日前 湖南永州交警连续查获了 两起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案件 近日 民警在湖南永州珠山服务区 例行检查时 在一辆长途客车的行李舱中 发现了几个外部缠着胶带的 泡沫箱子 箱内物品十分可疑 经相关部门的检查和鉴定发现 泡沫箱内装有九条蛇 其中五条是黄金蟒 四条黑蟒 均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刚开始我还觉得 可能是海鲜之类的东西 但是当我把手伸出来的时候 那个戳的那个洞就冒出了一个舌头 然后当时把我吓了一吊 民警立即对该起案件展开调查 目前这些蟒蛇 被安置在当地蛇类研究所进行保护 无独有偶 民警又在湖南全南高速 黄田铺收费站 查出了另外一辆 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长途客车 在现场 民警在客车行李舱中的一个箱子内 就查获了五只活体穿山甲 而这样的箱子共有五个 司机当时那个汗 感觉就开始冒出来了 比较紧张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打开之后我们发现 那东西是软的 是活的 经再次查验清点 该长途客车 共运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穿山甲19只 其中最大的一只 重量达到6公斤 查获所有的穿山甲 已送往湖南省野生动物 司法鉴定中心 目前两起案件 仍在砍盘当中 近日新疆伊宁一处工地的 采钢板房突然起火 消防人员迅速赶到 并且成功扑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